但或许是个人过去的努力 无法让大家充分相信足以承担大力 难以满足各方的期待 金平在此除了感激 也要郑重表示歉意 金平是国民党永久党人 从政以来一心以党与国家为令 面对支持者的期待 金平相信个人荣辱宿小 一切必须在党的最大团结之下 往前迈进 国民党的最大团结 不再是为一人一党之永远寄 而是为全台湾人民 更为中华民国的永续 台湾此刻 孙献纷扰不安 唯有执政党率先团结一心 才能避免社会继续被施力 国家的光明 必须团结在 朝委和谐和全体国民的共识上 台湾人爱好和平与善良的天性 跟我们的民主一样 都是国家的软实力 选举是一时 不能为了取胜 伤害我们的软实力 台湾的永续发展 是朝野政党 必须共同承担的责任 无论选举结果 从政者对人民与国家的责任 应该是永远一致的 在此重要时刻 金平要诚实地呼吁朝野 国家只有一个 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 继绿当即天下地 应以百姓心为心 对于攸关国际民生的重要法案 必须尽速地完成扑付 以不负人民丁切期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